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同学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第五周的吉利课 那这礼拜呢我们的吉利课总共有三个主题 上礼拜呢我们这个吉利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离善的随机分布呢 我们已经介绍过一大部分了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这礼拜要把他介绍完 另外呢上礼拜老师介绍了一个CDF还有PF 这是吉利课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一个专属于连续随机变数的一个函数 就是PDF 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另外的重要内容 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常见的一些连续的这个这个 这个几率分布 那也是分两部分 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先介绍第一部分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离善的这个几率分布 一些我们还没有介绍完的我们把它介绍完 好 然后也是一样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周边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这个例子说这个阿宅他去跟这个他这个心怡的这个店员妹去告白 他告白成功的几率是0.3 然后不成功事不休 他就一定要告白到成功为止他才告一段了 那请问一下这个阿白一直告白到第五次才成功的几率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们会关心的事件嘛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比如说讲这个孙松山 这个孙松山这个革命 他当初这个要推翻满清他是革命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假设说我们说这个革命的几率很不容易 革命成功好不容易 几率是0.1 那他就是革命不成功事不休 一直到第11次革命才成功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这个我们算才知道说这个这个心态革命这个成功 这个这个是多么一切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好你看这也是有一个好像就已经事情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然后他就一直是要是成功为止 是不是跟前面那个店员跟店员妹告白这个事情是很像的呢 好 那再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六脉神剑 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很爱纠缠的那个妈宝那个废物断育 我每次看到 看小时候看到这个断育我就觉得这才很废 真的是很不屑他 那好 比如说这个断育 我们如果看小时候之后 他每次要打出他这个六脉神剑 每次打 要打 有时候打得错有时候打不出来对 假设他这个 如果说他就打出来这个六脉神剑的这几率 每次要发射 发射的时候就是0.1 才会成功发射出来 请问他要 他跟人家在这个 在跟人家这个 这个 这个 对打的时候他打出六脉神剑 要打到第几次 他打到 比如说第10次 4的第10次 才打出这六脉神剑的几率是多少 OK 所以你看看 我们看看这三个事件 他们刚才提到有没有共同性 有的 就是你想要看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发生的这个几率 就好像这个告白成功的几率啊 或是革命成功的几率啊 或是打出六脉神剑的几率 这是已知 然后你的这个 实验的这个架构是什么 是你就一直做做做做做做 一定要 不成功事不休 一定要做到看到成果为止 才停下来 那我们在这个问题面 我们很在意的是说 你到底做了第几次 才会看到这个成功 就像革命是第11次才成功 这件事情发生的机会多大 或是说你这个打六脉神剑 打到第十次才成功的几率是多大 你如果考虑是这样的问题的话 这样子的问题 它背后的他们的 背后的几率模型 就是所谓的 geometric 几率分布 那中文我们有时候就翻译就是 几何几率分布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几何几率分布 它的这个pnf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以刚才说六脉神剑为例子 每次打出来的几率是0.1 要打到第十次 试着第十次才打出来 成功打出来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要打到第十次才成功 那是表示前面有几次失败 这表示前面呢 九次通通都是失败 对不对 你要试着九次失败 然后第十次成功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跟你讲说 他第十次才成功一定是这种情况 前面九次必定都失败 最后一次成功 所以这个发生的机率是多少 你就看到 诶 红色的有十次有九次失败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失败 现在成功的几率 题目跟你讲0.1 那失败几率是什么 就是0.9嘛 1-0.1-0.9 所以 九次都失败 那这个几率是什么 先有九次失败嘛 所以就是0.9乘0.9乘了9次 最后再乘上那一次 成功的几率0.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诶 这个成功的几率呢 就是这个 0.9的九次方乘0.1 那老师问你 如果今天他题目问你说 诶 那他到底试到第八次 才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也是类似啊 你如果是试到第八次才成功 那表示段玉 在前面的七次通常失败 那七次通常失败 在乘上最后一次成功 所以是什么 就是0.9的七次方乘0.1 这个大家清楚吧 所以 不过这个不是老师在吐槽 我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0 你跟人家比5 然后你在 打个两次打不出来 你早就被他批死了 怎么可能等到你第十次再打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几率好像是可以算的啦 好 所以这个 如果是刚才这个例子 0.1跟10 我们这个都可以算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试诶 诶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一般化 所以同学你在看 老师在教你这个几率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过程 有没有 我想我们这很多 几率啊 或者是数学 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先有个实际的问题 有个实际的数字 有一次用我们去解 我们解得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数学家有什么 他想办法说 诶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套用到更 别的更多的别的问题上面 所以 我们就会想办法把一般的数字 比如说本来是0.1 那我们现在就说 诶 我们把它改成P 好不好 如果你改成P 你还是刚才那问题 还是有一个结果的话 那所有的几率 就算不是0.1的Case 0.2 或是打出来是0.3 告白0.3 全部都可以应用上去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般化的过程 这是在数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你从一个实际的问题 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简单的结果 你接下来就要做什么 就要一般化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般化 刚才讲说 他打出600神经的几率 打出来成功的几率是0.1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P 那刚才我问的是说 大概第10次成功的几率 那我们问说 他在第X次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第X次成功的几率 好 那你看看 如果第X次成功 才成功 那是不是前面表示怎么样 表示前面有几次失败呢 表示前面总共有X-1次失败 对不对 就像刚才那个例子 10次成功里面 前面有9次失败 那这边如果是第X次成功 那表示前面X-1次失败 那这件事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失败的几率 失败的几率是什么 成功的几率是P 失败的几率是什么 就是1-P 对不对 那你有X-1次失败 所以你就是什么 就前面要有一个 1-P 的X-1次方 这就是要确保 前面一定要有X-1次失败 就是前面这些失败 才能铺陈出我们这个X次的成功 对不对 那最后这一次成功 是什么 就是P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说 诶 那这样的话你建议给我一个一般化的P 或是你跟我讲说第几次 不管你X是10 或是11 或是20 我带进去这个式子 我们都可以算出来 那这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this geometry 这个几率分布 这random variable它的pnf 因为在geometry分布里面 我们care的 我们在意的时候 它是第X次 第几次才成功 你到底不成功 试不休 你到底试了第几次 试到第X次才成功 那你这个X的基率分布是什么 所以X的基率分布就是这个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geometry的基率分布 它的pnf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也是要讲一下它符号这么表示 如果X是个geometry的基率分布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它就说X 然后tilde geometry 你跟人家讲 像写 这个p比如说你就像前面的段譽 那个case就是p0.1 对不对 你只要写的这样子 geometry0.1 人家就知道说 你就是那个成功的基率是0.1 然后一直试到成功为止 要吃了多少次 好 那它这个pnf 你把它写出来它长这个样子 我们如果看到pnf的形状 你会发现说 诶 它的形状其实很像一个种 很像一个这个等比级数 或是 中文有时候也叫几何级数 就是 就是一直 每一个就是跟 每一个差一个一减匹倍 那这个东西呢 诶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想想看 它的这个cdf 可不可以算呢 cdf 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是把从 盘股开店 所有的这个 富族熊大一直到 目前为止 在X之前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pnf 的值都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刚才讲它这个几何 几何的这个奇数 你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这算出来结果 我们是可以去算它的这个 这个值 你可以算出来 最后结果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这样子 所以它cdf呢 所以它cdf呢 是一个 蛮干净 蛮漂亮的形式 蛮好用的 OK 好 这就是几何的几率分布 另外呢 老师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geometry的几率分布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性 叫 思逸性 那这个思逸性是什么呢 它跟后面 我会介绍一个东西叫 exponential的几何几率分布 它也是要有思逸性 这两个是难凶难立 那自己思逸性是什么 这个我们 在作业里面会有一题 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思逸性 那我们在 可能在第七周 我们会讲到这个 条件的几率分布的时候 也会再讲到思逸性这件事情 那大家这时候 会对这个思逸性 更深刻的了解 好 请记得订阅 后一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